好,我想要把這拉鍊感覺是整個是有凸起來的感覺 所以在旁邊故意畫亮點,讓它看起來比較凸顯一些 好,接下來呢,因為我懶得畫它拉鍊 它這個拉鍊,所以我就乾脆把它剪下來 把脖子上的拉鍊剪下來,把它複製過來 擺到旁邊去,然後直接把它放在拉鍊那裡 這樣我可以省一點時間 因為我有時候畫畫,雖然我很愛科系 但是有時候畫畫其實是有點偷懶的 有點懶,我就會把自己畫過的東西再重新複製一下 好,複製完之後,接下來整張畫面 它的胸口看起來是最空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呢,我就把它胸口 畫上一些那種很像那種潮堤 上面會有一些字的效果 好,就先去打底色 好,畫法是跟剛剛我們在做各種配色的畫法是一樣的 你也可以看到我一開始也是先簡單的打一個底色 打底色在上面 看到,這個字我覺得有點太小了 我想把它放大一點 所以我就把它獨立開來再放大一點 免得兩個字看起來是不平衡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剛剛複製了各個圖層 複製了一些圖層 然後去做特效 然後要做這個特效的原因是 也要是 要讓它去看看 哪一種特效可能比較適合放在這個衣服上面 好,我現在的話 繼續去回來 去將整張畫面再做一些整體的修飾 好,那接下來就去畫它那個 衣服上logo的部分 那我可以到這邊來 ForeShop這邊有趣 你可以看到我使用這個功能 它這個功能常常都是拿來做網頁 你可以看到網頁上面很多按鈕 都是有立體感的 或是遊戲的一些介面上面都會有一些立體感 好,這個功能我也可以拿來去做浮雕 所以你看到我利用它的這個功能 去做一些浮雕效果 這樣我可以節省很多畫畫的時間 所以就把浮雕的感覺做出來 好,當然這一方面就是ForeShop本身比較強向的地方 ForeShop本身強向的地方就是在平面處理 它在平面處理上比較強 所以通常我在畫一張圖的時候 我大部分我的畫都會在Painter裡面去畫 但是在ForeShop裡面我會做一些細節處理 就是屬於比較配色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要強調特效的部分 如果我強調特效的話 我就會在ForeShop做一些處理 所以你看我剛剛浮雕的效果 就是在ForeShop做的 在ForeShop做完之後 你看到我在Painter裡面 我把這個 它那個身上那個Logo 上面有一些金屬質感 我稍微把它畫過 畫過以後 再開始去細修它的浮雕效果 因為基本上ForeShop的東西 它在處理平面的時候很快速 但是有個缺點 它處理出來的效果會很廉價 會假假的 所以通常我在ForeShop裡面 處理完之後 我不會就直接 就當完膏 我會回到Painter裡面 再重新修飾一次 把它修飾到比較精緻 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 如果一個東西 你不好好的修飾它的話 它看起來 會沒有到那個效果 看起來就像我剛剛講的是 比較廉價的 是比較修飾的效果 所以在這部分 我就會比較注意 基本上我在畫任何圖的時候 我只要在ForeShop經過處理的東西 最後我都會回到Painter 再重新修飾一遍 那基本上我衣服的地方畫的差不多了 我就稍微把背景加一些質感 因為背景整個是全白的 看起來也是 比較沒那麼有質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背景上 我故意加一些顏色 我剛剛還開了一張圖 那張圖是我用Painter裡面的 隨彩筆 預先做好的一張 效果圖 就一張材質的圖案 然後再把它合到我的畫面上 去加一些紋理 讓它畫面看起來 是更有一個質感 好 那我繼續去畫 好 你會看到我在畫的過程中 我還是有繼續去 細休息一下它的形狀 因為我在畫圖的過程 基本上 很多形狀有時候會 在一開始打稿的時候 都沒有想那麼清楚 沒有抓那麼準 所以我們之後 都可以慢慢去修它 然後你也看到 我剛剛也是把左右反轉 左右反轉過來 去做修飾 好 接下來就畫耳機的部分 然後這隻耳機呢 基本上 我是 在 那個 拍賣網站 拍賣網站上面 去找到的一隻耳機 然後就把它的造型拿來 做一些小小的修正 就是做一些小小的修飾 然後把它當成是我創作的一部分 好 所以等一下你在看我在畫這個耳機的時候 我等一下可能會把這個廠牌的 廠牌的那個上去了 好 那一開始先是處理金屬的部分 好 金屬的部分 處理 一樣 畫法一樣 你可以看到它的反光面 它反光面是 我是用全白去畫的 這樣可以讓它看起來 金屬的亮暗對比強烈 這樣才會有金屬的效果 好 一樣我也是先去把它處理 按面部分 好 在處理的過程 我也會用混色筆 去抹一下畫面 讓它看起來 顏色是比較柔和的 層次是比較細緻的 好 接著去畫它的更暗面 好 現在刻畫亮面的部分 好 那像我金屬的部分畫的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我開始就在畫它耳機 所謂黑色的部分 黑色部分耳機部分 好 一樣也是修畫按面 畫按面之後 再去處理它比較亮面的部分 好 在處理的過程中 我也是慢慢去細修它的造型 因為很多造型 在一開始都沒有仔細想清楚 也是一樣去慢慢去細修它 好 那在刻上的LOGO 好 很明顯的 這款耳機是Nokia出的 好 所以我就把它那個LOGO摳上去 畫上去 好 我覺得它那個Nokia上面有點空 所以就是一樣 就是稍微加了一個自己 加了一個自己想像的配飾 把它畫上去 然後你可以剛好 我剛把它左右翻轉 把它Copy到另一邊去 這樣可以少畫一點東西 好 接下來我就稍微去刷一下它的一些質感 好 順便把它的那個光影變化處理一下 就把它亮面稍微調亮一點 好 現在也是一樣 左右翻轉一下 這樣我可以少畫一些東西 好 這邊的 這邊是屬於比較暗面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我把它LOGO 稍微做變形一下 做完變形之後 我還稍微把它調暗一些 讓它可以區分出亮暗的效果 好 現在在做的地方是 去處理它粉 讓它看起來有點金屬質感 去刷一些質感在它上面 好 我剛在刷那個質感的時候 我也是加一些特效 這樣它才會把那個質感很 很 很自然的融合在它的畫面上面 好 接下來繼續去處理它的一些整體感 然後 再去畫反光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畫一畫 我發現我這件衣服它本身 色彩太過於單調了 所以呢 基本上我現在就開始再去把它加一些其他配色 好 像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有時候可以配色 有時候 像有時候我在畫圖 我會在一開始就決定好配色 那有時候我又會 在畫面上邊畫邊想 好 我就把它加刷一些紅色在上面 好 接下來呢 我回到ForeShop 有沒有看到我把對比調得很強烈 我現在是要去做一些它亮暗的一些質感 好 到這裡的話 基本上我們再去處理一下細節 好 我想要故意把我自己的那個簽名 把它做成那個有點像是 衣服上的浮雕的效果 然後做法也是跟我們剛剛 身上的那個Logo做法一樣 然後最後呢 畫到這裡 基本上 大致上我們就畫的差不多了 好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一張畫面到這裡 大致上就結束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